同学们好,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13章金融工具 这是我们继前面第6章长期股权投资之后的第二座大商 应该说有一定的难度,甚至比长期股权投资的难度还要大 当然,有了前面长期股权投资的学习,相信大家有一定的堪压能力 这一章我们在学习时,我有两点自信 第一点,对我个人的自信 我本身研究生专业是金融专业 同时也有一定的银行证券,就是金融方面的实务工作经验 所以我自信能够把这一章给大家讲清楚 能够让大家理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基于刚才所讲的原因 我相信大家能够跟着我一起按照我的要求来学习 能够很好的理解这一章的内容 那么要求就是三个步骤 第一步,跟着我的节作 每一节,每一个课件 先要理解,我们给你解释清楚 你先要理解我们教材上这些不说人话的内容 第二步,那就是听完课以后需要你要先消化一下 一定要把它整理一下 自己再思考一下能否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 然后进入第三个环节 那就是等我们把这一章学完以后 刚才是每一节每个课间的要求 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等我们把这一章学完以后 大家去做一下《青春国关一》上面的本章的习题 我相信大家能够提高你的正确率 这是我们在上课之前给大家打个气 要有信心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本章内容导读 这一章总共有七节内容 第一节金融工具概述 第二节是金融工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和重分类 然后第三节是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第四节是金融工具的计量 第五节是金融资产转移 第六节是套期会计 第七节是金融工具的披露 应该说内容非常多 这一章是我们整个教材内容最多的 应该说我们花费的时间是最缠的一张内容 估计至少要20个小时来讲解这一章 在这一章里面注意一下 第一节是一些基本概念 然后第二节涉及到一些分类 也有一些基本概念 第三节比较抽象 这个第三节在理解上有一定的难度 很多同学学到第三节学不下去了 然后第四节 大家倒挺喜欢的 涉及到确认和计量 账务处理 写写分落 计算 这是我们喜欢的 同时我在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已经提前给大家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然后第五节 金融资产转移比较抽象 第六节套期会计 就看不懂 所以它有一点难度 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会结合我的实务工作经验 我以前在实务工作当中 也做一些套期方面的内容 经济业务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实务的工作经验 结合教材的理论知识 会给大家说清楚的 然后第七节就做个了解 所以我们这一章的主要部分 在前面六节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章考经分析 本章属于全书的重点和难点的章节 这样下定义的章节不多 我们前面长期股权投资算一个 然后接下来就是金融工具要算一个 属于整个教材的重点难点的章节 这一章的主要考点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有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第二个问题是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这一部分呢 就是说相对比较抽象 第三个是金融工具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地方 第四个是金融资产的减值 这个比较重要 第五个是金融资产转移的会计处理 也是比较难理解的 第六个那就是有关套期会计的内容 包括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相关账务处理 那么这一章最近三年考题题型 既涉及到客观体 也涉及到主观体 包括计算分析体 综合体都涉及到 所以试题的分值 账比呢比较大 因此我们这一章花费的时间要多一些 就2022年来讲 今年我们教材本章内容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本章知识讲解 首先看第一节金融工具概述 在这一节里面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金融资产 第二个问题是延伸工具 大家重点掌握的是第一个 金融资产 延伸工具这个概念做个了解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金融工具 所谓金融工具 它是指形成一番的金融资产 并形成其他番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首先定义为它是一项合同 那怎么理解刚才这句话呢 我们在这写一个版书 比如假公司是投资方 乙公司是融资方 今天乙公司向假公司发行一般公司债券 那么对乙公司来说 形成一项金融负债 而对假公司来说 它取得这一项债券了 这个债券对它来说 这个债券的投资 它是一项金融资产 所以对着我们刚才的定义就好理解了 形成一番的金融资产 形成哪一番 假公司 投资方 并形成其他方 其他方那就是乙公司 形成乙公司的金融负债 这样一个合同称之为叫金融工具 或者说乙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来融资的 那么对假公司来说 它取得这个股权作为一项金融资产 权益工具投资金融资产 而对乙公司来说 形成它的所有的权益 称之为叫权益工具 这个股票 对它来说发行的普通股股票 称之为叫权益工具 所以也就形成假公司一番的金融资产 并形成乙公司这一番的权益工具 这个经济业务 这个合同就称之为叫金融工具 所以金融工具是一个大的概念 具体来说包括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三个名词 在我们这一节里面 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 什么叫金融资产 而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这两个概念呢 我们到第三节给大家再展开 下面一个提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讲了金融工具 它是一项合同 所以反过来说 非合同的资产和负债 那就不属于金融工具了 比如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应交所得税删照所得税法的规定 企业应当承纳 向国家交纳税收的这样一个义务 它是以税收法规为基础 而不是以合同为基础 而我们刚才讲金融工具 它是以合同为基础 所以应交所得税 它是不符合金融工具定义的 不属于金融工具 注意一下这一点选择题的选项 好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下面我们就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金融资产 其实在第一节里面 我们重点就是掌握这个概念 或者说我们这个课件里面 学完以后 你的关键问题就是 理解什么叫金融资产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所谓金融资产 是指企业所持有的现金 这是一种情况 其他方的权益工具 这是第二种情况 以及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资产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金融资产主要包括三块 第一块现金 这个现金是一个管益的概念 我把它第一部分就A吧 它是个管益的概念 包括库存现金 包括银行存款 包括其他货币资金 所以请大家注意 银行存款 那就属于其的金融资产 第二是 我把它取名叫B 这一部分 其他方的权益工具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的股权 那就是权益工具 持有其他方的权益工具 仗在持有方来说 属于金融资产 这两个好理解 关键是第三部分 我把它取名叫C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资产 有哪一些呢 下面四个条件 只要符合其中一条 都属于金融资产 那下面我们重点是讲这四条件 第一个 从其他方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 注意收取合同的权利 比如假公司向乙公司收销商品 形成一项债权 这项债权将来要从乙公司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所以对假公司来说 这笔应收账款 那就形成其他金融资产 同理应收票据也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个名词 我们书上提到贷款 这个解释一下 我们一般理解贷款那不是负债吗 注意我们这所讲的贷款是站在金融企业的角度 比如商业银行的角度 商业银行将资金贷款给一般的工商企业 那么对商业银行来说 形成一项债权 将来要从工商企业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这样一个合同权利 所以贷款是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 金融企业的角度 所以对他来说属于一项金融资产 而站在工商企业来说 那是负债 所以这个贷款要注意角度 是指金融企业而言的 接下来一个提示 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不是金融资产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你首先要理解什么是预付账款 什么样的业务 通过预付账款来核算 比如企业要购买原材料 要预付一笔定金 预付一笔定金 或者说企业购买固定资产 人家要求我们 先要提前支付10%的定金 预付款 所以我们通过预付账款的核算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比如说整个款项是100万 我们先预付20% 20万 那这个20万预付以后 将来给我们 它是一项资产没错 预付账款对我们起来说是一项资产没有错 那对我们来说 该项资产未来所带来的经济力 什么样的形式 什么样的方式呢 那是将来 对方履行义务 向我们交付商品 或者说向我们交付固定资产设备 因此请大家注意 该资产给企业所带来的未来的经济力 它是商品或者服务 而不是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因此预付账款 它不属于金融资产的内容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不符合我们这个条件 其他条件也不满足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条件 在潜在有利条件下 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的合同权利 比如企业持有的看涨期权 或者看跌期权 这个比较抽象了 咱们有同学看书呢 很难理解 所以我这一块呢 知道大家难理解的内容在哪 难理解的地方 我编个小题目 举个例子给大家解释 我们结合这个例题 带着问题去理解 那就好办了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编个例题来说一下 2022年3月31号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 六个月后结算的期权合同 合同规定 甲公司以每股0.5元的期权费 购入六个月后 执行价格为12元的 丙公司股票的看涨期权 今天丙公司的股票价格为11月 六个月以后 如果丙公司股票的价格高于12元 那么对甲公司有利 它将会行使该项权利 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 就是甲公司和乙公司 这两个人啊 签订一个对赌协议 签订一个对赌协议 赌谁呢 都有丙公司这个股票的涨跌 甲公司是看涨的 乙公司是看跌的 那么两个人呢 就对赌 那对赌的代价是什么呢 每股0.5元的期权费 我们以一股来算 就甲公司给乙公司 五毛钱 乙公司呢 向甲公司签发一个期权 甲公司就持有这个期权了 所以我们称这个叫持有 他们的协议是 对赌的协议是 半年时间 六个月以后 按照12块钱的价格行权 什么意思 如果六个月以后 丙公司的股票 12块以上 比如打比方来说一下 15元 15元了 涨到15元 甲公司可以 按照当初约定的 行权价格12月 从乙公司手上 购买并公司股票 然后甲公司 可以在二级市场上 按照六个月以后的市场价格 15元出售 而获利 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乙公司那就亏了 甲公司就赚了这笔钱 甲公司的代价是 那个五毛钱的期权费 反之 如果六个月以后 丙公司的股票价格 没有 并没有高于12元 比如10块钱 那么甲公司 它有个优势 它可以放弃这个权利 期权 那就是 甲公司可以行使这个权利 也可以放弃这个权利 在潜在有利的条件下 我就行使这个权利 如果不利 我可以放弃 我放弃 我不买 这是可以的 那么对甲的代价 就是我牺牲了我的五毛钱 期权费 这么一听 大家应该能感觉到 其实甲公司和乙公司的 分险是不一致的 甲的分险要小 它的分险就是这个五毛钱 损失掉了 如果一旦对他不利 他就放弃这个权利 损失这个五毛钱 对甲乙来说 他就赚了这个五毛钱 反之 就像刚才所说的 如果二级市场的价格15元 那么甲公司大赚一笔 是不是 那乙公司就亏了 那他没有办法 他必须要执行 这是我们先把这个 期权这个概念解释一下 当然了 也有同学考财务长盟管理 那么在财务长盟管理里面 讲的更多一些 更复杂 更具体一些 我们不需要找那么深入 只要大致理解 我们刚才给你解释的这些内容 就足够了 好 回到这个题目上面来 站在甲公司的角度 对他来说 将来在有利的情况下 他就会行使这个权利 所以在潜在有利条件下 甲公司与乙公司 要交换丙公司 金融资产的这样的权利 他拥有 通过持有这个看产期权 他就拥有这样一个权利 所以对甲公司而言 他所持有的看产期权 或者看铁期权 那是反方向的 咱不搞那么复杂 就讲一类看产期权 甚至说 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那么你持有这个看产期权 对甲来说 是一项金融资产 下面我们看一下分析 本例中 甲公司享有 在潜在有利条件下 予以公司交换 丙公司股票的 这样一个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 所以甲公司 应当将该项权利 确认为一项延伸金融资产 编制下面的分路 借延伸工具 这是一个会计科目 我们在这儿简单说一下 我们到后面第三节 还会详细说明这个会计科目 借延伸工具 明晰科目 看涨期权 五毛钱 我的代价是五毛钱 但银行从华 另外在这儿一个提示 对甲来说 当将来六个月以后 甲行使这个权利时 购买的是丙公司股票 注意一下 提醒一下 大家应该能理解 我们题目说的很清楚 我这是先提醒一下 不是买甲公司自己的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一种情况 甲公司购买自己的股票 那是两码事 自身的权益工具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这是购买的第三番的丙公司的股票 好了 这是第二个条件 相信大家在结合这道例题 在我的解释下 能够理解第二个条件 所说的内容 这种情况下 应该属于金融资产 那么我们做题目 一般来说是客观题 选择题选项 是否属于金融资产 这种情况是算的 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条件 将来必须用 或者说可以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不一样了 自身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的非延伸工具的合同 什么是非延伸呢 金融工具有基础金融工具 也就是非延伸工具 还有是延伸金融工具 只分 这个咱们有的同学学财务成本管理 会讲到这些 包括咱们有的同学 考过中级会计支撑 学过财务管理的 财务管理里面 也介绍过一些基础知识 关于金融工具的一些分类 分为基础的金融工具 和延伸金融工具 那么基础金融工具 比如说像股票 债券 这些都是基础的金融工具 也就是我们这所说的 非延伸金融工具 那么回到这个问题上面来 企业将来必须用 或者说可以用企业自身的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 这样一个非延伸工具合同 而且 而且 跟企业根据该合同 将来是收到 可变数量的 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也是结合立体 因为我们教材上就是文字 没有解释 很抽象的 所以这一章 为什么有的同学 在学的时候很抽象呢 就是因为书上没有展开 那么我们在课堂上给大家补充一些例题 那下面我们看一道题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2022年4月1号 假公司为回购其普通股股票 与乙公司签订股票回购合同 首先请大家注意 假公司回购的是其自身的权益工具 对到上面 那就对了 回购的是自己的股票 然后与乙公司签订股票回购合同 股票回购合同 我刚才说了 股票属于基础金融工具 也就是非延伸工具 所以股票回购合同 也就是一项非延伸工具合同 并向乙公司支付了1000万现金 他要购买这个股票 购买自身的股票 合同约定 乙公司将于6月以后 9月30号 向乙公司交付 注意交付什么呢 于1000万元等值的普通股股票 他是以1000万元等值的假公司股票 来进行交付结算的 等会再解释这个问题 假公司可获得的股票 普通股的具体数量 是以22年9月30号这一天 假公司股票的价格来确定的 这个金额是 以9月30号股票价格来确定数量 来确定交付的数量 好那这道题里面 我们首先看出一点 假公司和乙公司签定了一下什么合同 股票回购合同 属于非延伸工具合同 没问题 第二 这个合同回购 是回购假公司自己的股票 所以将来是用 企业自身的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的这么一个 非延伸工具 关键问题是 企业将来收到的自身的权益工具的数量 是可变的 是可变的 不是固定的数量 那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下面要给大家解释 这1000万元等值 怎么去理解 它是可变的数量 为大家这样的举例子说 比如 9月30号这一天 假公司的股票价格是10块钱 是10块钱 那如果是10块钱的话 大家想一想 这个时候 交换的数量 那其实就是100万股 100万股 1000万元 除以10 是吧 那反过来说 如果9月30号这一天 股票价格是20元 是20元 那么 这个时候交付的数量 就变成什么了 50万股了 所以对假公司来说 第一种情况下 能够收到100万股 第二种情况下 收到的数量变了 50万股 那就是上面所说的 企业企业根据该合同是 将收到 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假来说 今天该项合同 形成一项金融资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分析 本例中 假公司2022年9月30号 将收到 将收到 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 表明企业将自身权益工具 作为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一个替代品 相当于 以将自己的股票作为商品来进行结算 这和我们后面要讲的股票的回购还不太一样 比如 合同另外一种要求 我不管将来9月30号的股票价格是多少 假定啊 把题目改了 假公司给乙公司1000万 回购 就值100万股 不管你将来的价格10块钱 还是20块钱 回购的数量是固定的 100万股 那就不是可变数量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讲了 因为收到的数量是可变的 它实际上是相当于 以自身股票作为替代品 就是说乙公司将来履行这个义务 它是相当于把假公司股票作为商品来对待的 然后这商品呢 根据将来这个商品的价格 就是股票的价格 来进行交付的 算下来反正1000万 因为对乙公司来说 它当初在4月1号签订合同时 收到这1000万了 对乙公司来说形成1000万的义务 在9月30号履行这义务的时候 它履行也是1000万的义务 而履行这个义务呢 对它来说 它是相当于以股票 假公司股票作为商品 作为一个替代品的 来履行这个义务 那么总金额是确定的 对乙来说 我欠你是1000万嘛 那今天股票是什么价 我就按照股票什么价算来 给你多少股票就行了呗 就像咱们商品一样 你商品将来履行这个义务的时候 你商品的本身价格波动 但是我总的义务是1000万不变的 那么价格波动就会导致 我交付给你商品的数量 可能是变动的 因此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是固定的 所以它是属于金融资产 借某某金融资产 我们不需要 不要求大家具体什么科目 因为题目里面也不是非常明确 我们只要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在这种情况下 形成一下金融资产 然后代房代银行送货 我有这样的权利 将来他要履行这个义务 那反过来说 我把题目改了 就像刚才讲的 合同规定 不管将来是价格是10块还是20块 你必须回购100万股 你给我数量是固定的 这个就是收到固定数量的资产权益工具 那就不一样了 那是我们后面要学习的回购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借资产 不是借某某金融资产 而是借库存股 充减所谓的权利 我以一个固定的这个价格 回购固定的数量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后面介绍什么叫权益工具 我们再进一步给大家解释 因为权益工具等于什么 权益工具 你把它理解为就是资产解负债 这点大家能够理解吧 理解为所有的权益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也就是说资产减去负债等于所有的权益 资产减去负债等于所有的权益 资产有可能是动态的 负债有可能是动态的 那么这个不能再动了 这个是他俩的结果 差额剩余的权益 这个必须是固定下来的 你前面可以动 后面可以动 动完以后后面结果是固定的 你不能这个是动态的 这个是动态的 这个还动态的 那麻烦了 那整个不平衡了 打比方说 企业发行股票 那叫股本是吧 叫所有的权益 我发行了一千万股股票 我按照十块钱发行的 那么我的所有的权益就一个亿了 是吧 股本一千万 资本公积 九千万 总共一个亿 上市公司股票 价格你发行价十块 明天股票价格可能就十一块十二块 那我的所有的权益 我能按照十一块十二块去调吗 不可以的 这是固定的 这是固定好的 所以说只有固定的数量的情况下 它是所谓的权益 所以这一块呢 是充所有的权益回购 那前面是变量的 所以它是相当于商品的一个替代 因此这也是作为金融资产的颗算 好 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三点 通过这个例题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 将来企业需要用自身的权益工具 要进行结算的这么一个非延伸工具 而且呢 将来收到收到的是 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如果是这样 今天这项金融工具 对企业来说 形成一项金融资产 这是第三个条件 下面我们再看第四个条件 将来需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的延伸工具合同 这和刚才是有区别的 相同点都是以自身的权益工具进行结算 不同点是 现在是延伸工具合同 比如我刚才讲过 比如我刚才讲过 股票 商品啊 比如商品的交易 那属于非延伸的 就是说金融商品啊 或者说这样说吧 简单的讲就是 股票 债券 这是可以的 属于基础金融工具 股票 大家想一想 咱们有同学做股票是吧 你买进卖出 那实际上是属于基础金融工具 也有同学在做什么 水平高一点 做衍生品 比如期权 期货 股指期货这一块的 那就延伸工具 那债券也是如此 你一般的债券的交易买卖 那属于非延伸工具 也就是基础金融工具 但是也有同学做什么 做那个国债期货 国债期货 那实际上就属于延伸工具 都属于期货方面的 金融延伸品 当然金融延伸品的风险 肯定要更大一些 好 这是要区分开来 首先你要知道 第四点针对延伸工具合同来说的 但是 如果是以固定数量的资深权益工具 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 这样的延伸工具合同是不算的 这是属于所谓的权益的内容 那就不是金融资产了 也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假公司于2022年4月1号 向已公司支付50万元 购入以假公司普通股股票为标的的 看产期权 根据该期权合同 注意 它是个看产期权 是个期权合同 那期权合同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延伸工具合同 合同规定是 假公司有权以每股12元的价格 向已公司购入假公司 100万股普通股股票 行权日为2022年9月30号 在行权日这一天 期权将以假公司普通股的股票 进入来结算 根据这道题目的条件 我们对照上面文字 首先要掌握两点 第一 这道题是以假公司普通股股票 为标的来进行结算的看产期权 所以它是以假公司自己的权益工具来结算 没问题 上面第一点说了 然后延伸工具 刚才解释了 期权合同属于延伸工具合同 那么问题就是股票进入结算 怎么理解 这个题呢 有点像前面讲的一道题 但是不同的是 这道题假公司是以自己 自己的股票来进行结算的看产期权 也就是说假和银也是对赌 赌的是假自己的股票 假认为自己的股票会看产 六个月以后会上涨 今天的价格 比如说 我们题目里面没写 假定今天的价格11块钱 六个月以后 以12块钱进行结算 如果六个月以后15块了 假公司会行使这个权利 像从乙公司那购买自己的股票 按12块钱购买 反之如果低于12块 假公司可以兴趣 但更多的会可能会放弃 这是基本内容 我们现在要解释的 它的结算是以什么呢 假公司普通股的股票 净的来结算 怎么理解这个净额 下面给大家解释一下 分两种假设吧 先看第一 假设 假定在行权日 就是六个月以后 股票的价格是多少呢 15块钱 股票价格15块钱 正常情况 假公司会行权的 它会怎么做呢 正常情况 假公司 像乙公司 那你要买了 你要行权 就要支付款项 多少钱啊 100万股 每股行权价格 你可以按12块钱买 也就是说假公司要向乙公司 要付多少钱呢 付1700万 是不是 有正常情况啊 那对乙公司来说 它得向假公司 交付100万股股票 那乙公司 那他就需要从二级市场上去购买这个股票 100万股 按照什么价 按照15块钱去购买 但是呢 因为假公司会向乙公司支付1200万 所以这个1200万 乙公司不用自己再出钱了 假公司会付给他的 所以这个1200万 按照15块钱去买 那买多少股呢 80万股 1200万 也就是说乙公司 资格只要再拿多少钱出来 300万 另外再买220万股就可以了 凑起来 不就是100万股吗 正常情况下 乙公司是这样操作的 我去买股票给你 那么你要给我1200万 那么这个钱我 我可以 直接利用假公司这笔资金了 对乙来说 我只要单独再拿个300万就可以了 但是 今天假公司和乙公司 他俩的约定是什么呢 以股票金额来结算 什么意思呢 乙和假的商量 假说 我也不要给你1200万现金了 折腾来折腾去的 你这部分的股票 你不要给我了 你就把另外那个20万股给我 那这就是叫股票金额来结算 你给我20万股 股票就行了 假拿了20万股股票 如果想兑现 直接在20市场 15块出售 赚了300万呗 对他来说 他对赌赢了呀 赚了300万呀 他可以兑现 那就行了 好 这是一种情况 下面再看第二种情形 假定是 20块钱 行权日这一天 普通股票价格是20块钱 还是像刚才一样 正常情况下 假公司是要向乙公司 支付1200万 行权 然后乙公司 那就需要从二级市场 去购买股票 100万股咯 同样的道理 这个部分 60万股 不用去购买了 不用单独再花钱了 假公司会给他1200万的 对于公司来说 他为了凑齐整个100万股 100万股 他另外再买一个多少 再买一个40万股 价格是市场价 兴趣 市场价是20 所以他再拿个800万 就可以了 那么整体呢 就构成了100万股 本来正常情况下 你给我钱 我给你股票 就OK 现在因为他俩 约定是一 股票进阁来结算 像刚才一样的道理 这个60万 贾根宜说 这个60万你不用给我了 我给你1200万现金 你给我价值1200万的股票 那就免了 我们量免了 你要给我的这一部分 你给我40万股股票就行了 这就叫以股票 金额来结算 好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假公司来说 形成了一项金融资产 因为他这个数量是可变的 在10块钱的情况下 假收到多少 20万股 在20块钱的情况下 假收到的是40万股票 可变数量的 因此对假来说 形成一项金融资产 我们看一下分析 本例中 期权合同属于将来 需用自身的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的延伸工具合同 由于合同约定 以假公司的普通股股票 进行结算 这样一个期权的公元价值 而并不是按照12块钱 结算全额的100万股 所以他不属于固定换固定 不属于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 不是100万股 所以这是一项延伸工具 延伸金融资产 那么与刚才前面相比 假如说他俩约定 不管你将来股票是什么 12块钱 12块钱 1200万 1200万 100万股 1200万 不管将来股票价格是10块 15块 12 是20块 我们都是以1200万 和100万股股票 进行交换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固定换固定了 这个除外 否则对加赖说 那实际上就是一项金融资产 好 所以假公司在他的资产负债表上 对这项延伸工具 看涨期权在劣势的时候 作为一项金融资产劣势 好 这就是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第四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 那么符合刚才我们所讲的 四个条件之一的 属于金融资产的内容 好 那么这些讲完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归纳一下 整个金融资产定义 刚才说 包括企业持有的现金 其他方的权益工具 以及符合下列四个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 这是三个大部分 ABC三大部分 对吧 就刚才已经讲过了 其中A现金 刚才我也解释过 包括库存产现金 银行送还其他货币资金 都是属于金融资产范畴 B这一块 其他方的权益工具 请大家注意 权益工具 说白了就是股权 股权呢 要分为权益类的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根据影响程度 这个根据影响程度 关于这一点 我在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给大家说过 如果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影响程度比较大的 能够达到控制 共同控制 或者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 那应当属于长期股权投资的范畴 反之影响小的不够上控制 共同控制 或者重大影响的 毕竟也是股权投资 属于权益类的金融资产 包括像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内容 这些都属于其他方的权益工具 接着我们讲的就是 四个条件之一 都属于金融资产 那么要请大家注意 那长期股权投资 跟金融资产到底什么关系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刚才我们所介绍的金融资产的定义 是一个管异的金融资产的概念 宽泛的 包括长期股权投资 也属于企业的金融资产 但是我们今天 这一张金融工具里面 所讲到的金融资产 有关金融工具确认伎量 这个金融资产 它这个狭义的概念 包括哪一些呢 第一 A这一部分 现金 第二 B这里面的权益类金融资产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交信金融资产里面的一部分 什么叫一部分呢 有的交信金融资产不属于权益类的 而是债务工具投资 那就不算了 不在这里面 我们说的是权益工具 另外还有第三部分 符合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 这三部分合在一起 是我们今天这一章 所讲的金融资产的概念 狭义的金融资产 而长期股权投资呢 这个按照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的要求 建议快捷处理 不属于我们这一章的内容 好了 那么讲到这儿 实际上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整个金融资产的内容 从管一角度 包括哪一些 从狭义角度 是我们这一章 需要掌握的内容 有哪一些 好 这是有关金融资产的定义 给大家就讲到这儿 讲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名词 叫延伸工具 刚才已经提到了 金融工具分为基础金融工具 和延伸金融工具 基础金融工具 就像刚才所讲的股票 期货 股票 债券 属于技术金融工具 延伸工具 比如说期货 期权 还有其他很多了 还有我们后面会讲到的 一些内容 那么这个我们不用多展开 因为我们会计上不需要 像金融专业那样去学那些内容 所以大致了解就可以了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延伸工具 也是大致了解 它是指属于金融工具准则规范 并同时具备下列三个特征的金融工具 或其他合同 第一个对金融工具来说 它的价值 变道是与谁有关呢 与特定的利率 或者说金融工具的价格 商品的价格等等 比如举个例子 国债期货 国债期货 它其实跟物价指数有关系 跟资金的利率有关系 同时呢 它和国债的现货 也就相当于是商品的交易价格 是有关联的 这是第一点 商品期货也是如此 比如期货里面有商品期货 有金融期货 商品期货 它会随着商品的价格 打笔分数 有色金融铜 或者说这个驴 像这一些 我们不仅要关注 国内的商品的价格 还要关注 国际市场的商品的价格 所以这个商品期货 它是延伸工具 它的价值 它会随着什么呢 随着现货 我们把这个商品 称之为叫现货 现货的价格的波动 会影响 我们在食物当中 有时候会 碰到一些节假日 比如说国庆节 缠假 还有说比如说像春节缠假 有的交易者 他就不太敢 留着太多的头蹭 期货的头蹭 为什么呢 因为国内这翻价 是不交易的 然后国外的国际的价格 可能突然因为一些 突发事件 地震 那就引起 整个比如说 这个生产 有色金属的产区 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就会影响到商品的供求关系 从而影响到商品的价格 那么期货的价格会发生剧烈波动 因为期货相对来讲 风险比较大 它是一个杠杆 放大杠杆的这样一个投资 所以风险很大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它的价值会随着商品的价格波动 因此我们有些交易者呢 在长假前呢 会把它的头蹭会下降 或者说通过一些套期锁定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它不要求初始净投资 期货有 我们以期货为例 延伸工具 它有放大杠杆的效应 打比方说 100万的商品 我们只需要交5万块钱 到10万块钱的保证金 你就做100万的交易 当这个价格涨到105万的时候 比如你的保证金是5万 涨到105万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 你的保证金翻了一倍 你又赚了5万块钱 所以它的杠杆非常大 那就20倍 这就差不多是20倍的杠杆 20倍的杠杆 所以我们在延伸工具在投资时 它不要求初始净投资 或者说较少的 比如较少的 比如我刚才举的例子 那其实是一个保证金的概念 第三 它的特征是 未来某一个日期来进行结算 期货期货 期是远期的意思 和现货相比 现货就是今天的 期货就是远期的 所以是未来某一个日期 在进行结算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通过 这个期货进行价值发现 它是这样一个延伸工具 而这是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 营生工具 这个基本概念 我们重点呢 是掌握金融资产 在这一节里面 我们重点掌握的是第一个问题 金融资产的概念 好了 那么至于另外两个名词 我们说金融工具 包括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和权益工具 前面提到过 这两个名词呢 我们到第三节里面再展开 所以在我们这一节课里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先把金融资产 这个概念理解清楚 我们刚才给大家也归纳了 包括三大部分 企业持有的现金 这是一部分 第二 企业持有的其他方的权益工具 第三 是我们今天要掌握的 符合下面四个条件之一的 资产 属于金融资产 因此我们关键是把 刚才所讲的 一二三四 那四个条件呢 包括举的例子 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节课内容 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一节课 我们再见